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程师可能真就没想那么多 只是本能地根据当地的地形设计出最实用 且节约成本的公路 但云南山地丘陵众多 地势错综复杂 开山破石的成本又高 所以就修建了这么一条绕得人头皮发麻的公路 还别说虽然走起来是真的挺麻烦 但这条7公里长的公路总花费才135万左右 这造价连外国媒体都坐不住了 纷纷表示中国工程师实属鬼才 这条公路也被传承了基建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 评论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